行政長官梁振英入到會議廳 未開始宣讀施政報告 泛民就起身抗議 泛民議員手持黃傘逐一離開座位 或且議員反如座位坐下 還拉起橫幅 逐一行出會議廳 曾鈺誠宣布休會 為助宣布會議暫停 而剩下的人民力量陳志全和陳偉業 就繼續在會議廳叫口號 復會後,曾鈺誠要求他們離開 立即離開會議廳 陳志全拒絕離開,要保安合力抬走 曾鈺誠再次宣布會議暫停 期間梁振英不斷翻越施政報告和飲水 繞揚近10分鐘,梁振英才能開始宣讀施政報告 感謝全體反對派議員 由現在開始給他們一個全程的 安靜和應有的莊嚴環境 而在梁振英發言期間 剩下的幾乎都是建制派 謝謝大家